歡迎收看電玩快打 是的 我們本週節目一開始 請跟大家介紹一下 本週的代班主持人 依然是我們的彩婷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彩婷 那本週的節目很精彩 我自己都超期待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我看到最後喔 是的 因為我們今天的內容 非常非常的紮實 紮實到什麼地步呢 本週是雙子塔星喔 厲害吧 好不好 而且呢 第一個主打星就是這個話題呢 從去年延少到今年的 航海王海災霍霜二郎 是的 所以看我今天這身打扮 你們應該就猜得到吧 我就是擁有花花果實能力的羅賓 沒有錯 而我呢 當然就是擁有四分五裂果實能力的 八騎海賊的屯長 小丑八騎OK 當然我現在不太方便分開給大家看 但是大家記得這次遊戲 是可以操控我的喔 是的 那這次遊戲加了很多新的章節喔 然後呢 最主要是因為 草帽一群呢 是經過兩年後的全新造型 再度合體 當然啦 這次有新的能力 新的遊戲模式 還有新的造型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一下 不能錯過本週主打星喔 還有本週主打星喔 PART2介紹的是 360平台獨佔射擊遊戲 戰爭機器審判 喜歡碎碎年的巴德 當上主角囉 當然啦 這次的故事呢 其實是在這個 三部曲的前傳 那講的故事呢 是說人類跟獸族 發生大戰的四邊日當天喔 究竟發生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 看本週主打星PART2就知道啦 是的 另外呢 今天的電玩時光機要介紹的 又是PS2平台上的一個經典的名作喔 就是汪達與巨像 當然啦 我想呢 只要接觸過這款遊戲的人 應該都還記得 當時呢 你第一次看到巨像有沒有 那麼大張的時候 那種驚恐的感覺 我相信今天呢 我帶大家重新回味一下啊 另外等一下還有一位 實玩達人喔 歡迎跟我們分享他很多的玩具收藏 那不過在這之前呢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 哈燒新劍 魔戒戰記系列 今年堂堂邁入了十周年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時刻 遊戲公司開出了最新作品 魔戒戰記D2 這次遊戲故事背景 是建立在魔戒戰記初代之後 這也意味著是由最遠點 所延伸出來的劇情喔 遊戲中我們要扮演的是 流有魔戒王者之血 身為血統的後繼者拉拉爾 不過這位第一男主角 初登場事件就這麼樣的無禮頭 個性還自戀得滿累 而被譽為系列吉祥不經典的角色 武力尼門也會出現在遊戲中 其實內行的做實玩家都知道 魔戒戰記裡最著名的 就是突爽滿點的吐槽狗 不過如果你的日文不好 可能就體會不到各種的樂趣啦 因為是SRPG的類型 所以在一般的戰鬥部分 依然是大家都熟悉的走格子方式 三人小組搭配普利尼來進行攻擊 隊伍成員一次排開站在一起 可以使出連錫技或連鑽COMBO 當然戰鬥中提升好感度 也是多少會打住戰況的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在戰鬥區域上的顏色區分 這裡我們也要設法擊破三角色周 解除牙方的攻擊強化效果 才能戰鬥不勝喔 當然戲劣做的一大傳統 還是可以將畫面上的敵人 不我方抓起來往前丟的惡搞要素 這次也是一樣沒有少的 另外遊戲也有別於其他同類作品的趣味小設計 像這個暗黑議會 我們在這裡可以提出議題 而每個議題是以少數 俗從多數的概念來進行表決 如果議題通過 並加以實行 是有利於遊戲的進行喔 哎呀 怎麼一時間訪輸入中走進逆轉裁判的錯覺呢 聽到這熟悉的音樂 各位應該知道英詩路來囉 由超人氣美劇改編的英詩路 生存遊戲 這回在PS3 Xbox360 以及WiiU三大平台上推出 想必會要很多粉絲心癢癢 想要大殺殭屍 不過遊戲的故事跟美劇或是原作都不一樣喔 他是依照電視劇的劇情加以改編 由劇中的迪克森兄弟戴瑞跟梅爾來擔任主角 以戴瑞的試點來進行遊戲 遊戲的背景是設定在電視劇的劇情發生之前 這兩兄弟在殭屍病毒散佈後 離開家園在森林裡靠打獵為生 只不過這安穩的生活也只是一時的 這打獵打到一半竟然打到殭屍 想當然 這就表示這地方已經不安全了 於是 兩兄弟又開始展開逃亡之旅 遊戲跟電視劇一樣 面對殭屍並不是要硬幹 而是要自取 不相信的話 你們就試試看正面迎敵囉 嘿嘿 是不是死得更快啊 遊戲中 大家要想辦法從背後暗殺殭屍 因為一旦從正面開打 發出的聲響 可是會引來大量的殭屍襲擊喔 另外 遊戲的劇情發展 也會依照大家在劇中的進度而有所改變 像是在這個小鎮中 遇上了活人 就會引發出任務的需求 大家可能要收集汽油 發動汽車 或者是找尋食物 給予他人換取情報等等 好啦 終於找到電池 趕緊拿給這位警察伯伯 讓他能不能找到援兵 唉 要是這麼好運 這群人也不會一逃就逃了好幾季 算了 我還是四處再看看 看有沒有其他的線索 可以逃離這個小鎮吧 三月風棒球已經結束了 四月份開始 世界各地的棒球季賽就要開打 而代表亞洲的日本隊 雖然沒能在經典賽順利完成三連霸 但純一職的代表隊 依然能打進四強 就足以證明他們的棒球實力 所以這回順勢推出 職棒野球魂2013 也希望能一舉拿下好成績 遊戲依照慣例 收錄了今年日職登錄的球員資料 並承襲了系列作 超擰增的影音圖像 讓每個球員的笑像動作都栩栩如生喔 不過這些對野球魂系列都只不過是基本的 因為對於一個成熟度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遊戲 每一次新作只要能推成初心 就能顯得迷足珍貴喔 大家可以看到 球員在守備之後的傳球 跑壘更加細膩了 在投打對決的關鍵時刻更顯得魄力十足 哇 拳雷打 轟出去的快感還真不是蓋的 加上換了新的播報員實況轉播比賽 聽得懂日語的朋友更可以發現 轉播內容不再千篇一律 隨時會依照比賽的戰況 為大家評論新的賽事內容喔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遊戲這次追加了全新的管理模式 讓大家成為經營球團的陶雞 打造一個最強的職棒球隊 首先大家要做的 欸 才不是找總教練了 各位的工作是要先物色一位美女秘書 看大家是要一位工作能力強的 還是在人際關係上有所琢磨的都可以 但重點還是要在球隊的經營策略 首先讓他幫你尋找一位總教練 接著再設定球隊目標 找尋集訓地點 募集廣告贊助商 不過 雖然秘書能幫你做很多事情 但最後下決定的人 還是擔任陶雞的各位喔 遊戲界萬年不敗的作品 《超級機器人大戰》系列 這回登上3DS的世界 來推出全新夢幻作品 《超級機器人大戰UX》 這回遊戲集合16部超人器的動畫作品 像是蒼蟲戰神 聖戰士傳說 《忍者戰士飛影》 《超時空要賽》系列的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16部作品中有一半都是新參戰的作品喔 而當中的電腦戰機系列 《飛燕HT初音未來》衍生版 《SD鋼彈三國傳》 以及《Hero Man》這三部作品 遊戲還打破《機戰》系列的潛規則 讓人機一起參戰更增添了這部作品的獨特性 而全語音的生動演出 不管是劇情還是戰鬥 都可以讓人更加的融入 因為硬體的限制 遊戲在畫質上沒有特別的突出 對你超級機器人大戰的優良傳統 可是利用豐富的劇情 超多的登場角色 彌補了這個缺點喔 畢竟光芒這戰鬥就沒時間了 哪有型功夫挑剔畫面啦 至於遊戲這回的操作模式 有一個新的戰術指揮系統 這個系統是依據大家在出戰前 選定出一個戰術指揮官 在戰場上就可以啟動該角色的特殊效果 支援全體出戰角色 這樣一來大家在戰略的部署 會想得更有彈性 還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 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行動小組喔 好啦 最後再讓大家欣賞一下 遊戲充滿破裂的戰鬥畫面 欸 別忘啦 遊戲是支援3D的 如果沒有了3DS這個feel就少一半囉 所以遊戲還推出了主機同口包 粉絲們可千萬別錯過喔 如果你是喜歡精靈 魔獸 巨龍的玩家 就絕對不能錯過 這款西方奇幻風格的線上遊戲 傭兵天下Online 改編自同名網路小說 遊戲終於原著 打造出栩栩如生的小說人物 還有宏大的遊戲場景 而最受玩家歡迎的 當然就是魔幻刺激的地下城副本啦 不管是冰冷的冰雪之巔 還是炙熱的熔岩深淵 都等待著玩家來一探究竟 而身為遊戲中的靈魂人物 傭兵我們可以選擇六大職業 包含擁有過人力量的 近戰系大劍士 元素力量的掌控者法師 適合任何分工的魔劍士 強大的治療者牧師 擅用咒語的遠程操控者邪魔 還有近戰爆發力最強的獸人戰士 能不能成為傭兵王 就看各位培養角色的功力囉 傭兵天下Online剛剛推出序章魔法劍 之後更精彩的劇情內容 你會陸續登場 就請各位玩家一邊玩遊戲 一邊期待囉 下段電玩快打 玩具的小小世界 食玩達人陪你一起回味童年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蔡婷接下來這一段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要冷靜怎麼了 你也太誇張了吧 我不用誇張 我跟你講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我們接下來這個特別企劃 非常精彩 讓你回到小時候的兒時回憶 沒錯 不是兒時的回憶 是兒時的回憶 是小時候的回憶 對 這個 我手上拿的東西 應該一看就知道是什麼了吧 沒有錯 我跟你講 看上這個就知道對不對 這是小時候吃乖乖 會裡面附的那些玩具對不對 對的這種隨著吃的東西 都附贈的小玩具 就叫做食玩 沒有錯 是的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一個食玩達人 然後他收藏的種類跟數量 可以說是嚇死你們囉 我跟你講我非常愛這位達人 然後也希望他 可以割愛一些東西給我 不可能 這麼快看一下東西 歡迎這位達人出場好不好 歡迎念怡君老師 歡迎老師 因為什麼東西 開始想要蒐集食玩 我是因為人型之國愛麗絲 這一個 這個食玩 那我帶你們過來看看 太好了 有沒有老師的收藏 在哪裡 是這樣子 這一套人型之國愛麗絲的食玩 那有一天我在逛玩具店的時候 突然發現說 為什麼這個玩具店的櫥窗裡面 有這一套食玩 而他的食玩整個製作 是按原版的插畫把它立體化 而且彩繪化 然後把它做出來的 就譬如說我們這邊有一隻貓 這一隻貓就是大家在愛麗絲裡面 微笑貓 很常看到那個柴菌貓 那那個柴菌貓 牠就是慢慢慢慢 牠會變透明 所以這個食玩 牠背後就是做成透明的 對 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牠前面是正常的 後面慢慢變透明的 對 這就是牠做的細緻的程度 食玩好玩就是說 牠很多細微小地方 讓你覺得好可愛 好用心這樣 老師有這個比較難入手的 或是你自己覺得很困難的是 對 譬如說我除了像這種跟文學有關的之外 我對於就是這種建築類的 也很感興趣 那這種建築類的 他是接並一帶 那時候在因為我買的時候 他已經絕版了 所以後來我在網路上競標 前前後後跟別人拚了十一次 到第十一次我才尬到他 所以那種其實他他在整個 你入手那個困難度 你會增強說你要收藏到他的決心 那有時候人就這樣著魔下去 就像你們玩電玩一樣 他的精緻的程度 就譬如說他裡面會有做很多戲院的椅子 對 然後他的外面是當年那個懷谷電影的 那個招牌的海報 對 所以他這兩個拼起來 你看這套多可愛啊 你看裡面還有電影 這拼起來就是一個電影院 對 他就是一個電影院 對 然後他是一個懷谷的商店街 所以上面有理髮廳 然後有各種賣商店的小街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食玩 一開始的時候 感覺他是以前買乖乖 然後玩具小小的 然後到後來就是 可能日本或他們發展成說 其實一整包裡面玩具很大 對 然後食物小小一個 對 曾經以前在80年代的時候 還有一段時間 那小朋友為了要收集 超人力霸王的卡片 所以就是買了之後呢 只拿卡片 然後食物丟掉 後來就引起父母的抵制 大家就說 小朋友你們不可以這樣子 浪費食物對不對 所以後來做一點點 反正我們喜歡的是玩具 對 還有什麼老師 還有這個就是超級瑪利歐 我想每個人的童年 應該很多人都有經歷過 那像這個瑪利歐 他這裡就是可以動 好厲害喔 怎麼會這樣 那後面有個磁鐵 那你就去移動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在 我現在上天堂 然後我要吃金碧 沒吃到 沒破關 他死了 不是我只想弄外打了一個東西 所以不好意思 而且你看做得很可愛 連這個跳關 這一關都有做 對 那這個蘑菇出來 對 好酷喔 你小心這是 這是國內出的 大部分都是日本出 但是國內有出一些 對 那就譬如說 請你把這個打開 這裡面是 上面這個 這個是黑板叉 誰捨得用這個叉 所以這都是黑板叉 他有的 應該都不同功能 對 都是不同的功能 譬如說這個是滾輪 按摩的滾輪 真的是按摩的滾輪 這是按摩的滾輪 真的是 那這個呢 你幹嘛不開他 這個是個 也是滾輪 手電筒 好妙喔這一套 對 老師這套是跟著什麼出的 我怎麼 沒有注意過這麼酷的東西 對 為什麼完全沒看過 已經過去了你就把它忘了吧 對 就在這裡看就好 那這個 那這個是很多人 童年的回憶 就懷舊卡通 小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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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沒有接觸到 有有有 真的假的 小英的故事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 你裝小喔 小英的故事我知道 這個可以拿嗎 這個拿起來的話 他可能會分家 那不要不要 對 這是一個展示狀的 那譬如說像 懷舊卡通啊 我們這邊也還有 懷舊電視劇場 小英的故事 這個什麼 這是小碗熊 這好可愛喔 對 這是小碗熊 老師 東西都好可愛喔 然後這裡面 這怎麼弄 然後打開 對打開了 這怎麼動 哇賽 這是那個 科學小飛翔 對 然後這一個是 龍龍與中狗 然後這一個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啦啦啦啦 嘟嘟嘟嘟 那個小天使 天啊 對 阿爾卑斯少女 這超可愛的老師 這套其實 這套是可以裝電池的話 他就會動 他會發出他的日本原廠的 那個主題曲的聲音 對 這套好精緻喔 打開這是懷舊的電視 而且他的外殼做的也是 復古電視的樣子 不是現代的電視機 對啊 現在都是扁扁一片吧 以前他是這樣 是平板的 可可可樂 對 可可可樂 可可樂我們知道 他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推出紀念性的商品 那像這一套 他就是紀念他的一百二十週年的時候 可可樂最早是在藥店賣的 他是當成像藥水要賣的 對 感冒要這樣賣的 然後 他當初的第一代的瓶子 他把它做出來 對 所以這個就是 他紀念一百二十週年的時候 可可樂的 這套很酷耶 你看他比如說以前的 放可樂的地方的那種箱子 對 或是以前的一些車子 可樂的車子 對 而且其實你把它拆開之後 後面還有解說書 你可以因此而認識 可可樂的歷史 以前的可樂的餅的樣子 好妙喔 老師 還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而且很受歡迎的小丸子系列 那這個是小丸子的一年 一年 那小丸子的一年 後來我還就是買了一個後面 他富有場景的 還有春夏秋冬 然後搭著小丸子的這個一年 就感覺上這個畫面特別的繽紛 這個後面那個跟前面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製作者 對 我把它搭起來 你把它搭 後面春夏秋冬四個景 你把它放在那邊 對 然後就把跟一年配在一起 這樣子 對 然後他有他的聖誕節 還有新年士筆 然後他有冬天躲暗如禮 然後聖誕樹 聖誕樹 冬天躲暗如禮對不對 你看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大家也很懷念 但是可能不太想再回去的學校 就是 不會 現在都好想回去 現在都好想回去 受到生活壓迫嗎 對 可是這個是什麼 這裡有整個蒼青組 你整套耶 這個 對 然後這個就是小丸子 跟他的同學們 在同一個教室上課 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 應該說你買一個十萬 但是一組 一個 一個 一個人 然後把他買了一套之後 擺在一起 這個 這個這是什麼 這個是陰陽師 就是如果有在玩妖怪系列 或看妖怪故事的人 應該會非常熟 就是日本的陰陽師 那這個陰陽師就是安倍晴明 對 安倍晴明他很有名 那他現在 他等於是日本的代表的大陰陽師 是很有法力的 然後守護皇居 然後保衛整個日本的國度的平安 這樣子 老師 那幾個跟我們好好介紹 我覺得那幾個好漂亮 這幾盒叫做懷念二十世紀 他這一整套 等於是你看了之後 你可以回顧就是 日本戰後 這二十世紀的這整個 物質文明發展史 對 因為二十世紀 有世界大戰 其實有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發展 很多新的科技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 對 然後他有運斗 他有洗衣機 他有冰箱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 可以享受到的 一個方便的生活科技 老師真的 他們哪裡買的 這個 我等一下試一下問題 很有價值耶 這個超漂亮的啦 這個咧 這什麼 這個也是二十世紀 譬如說我們夏天 很懷念的這種剉邊 然後這個是日本的莉卡娃娃 莉卡娃娃 對 還有那個懷念的這種雙筒的相機 對 然後小貓 他就是會偷吃秋刀魚 然後我們在烤魚 他會想要跑來偷吃 還有那個 我們最難忘的就是阿波羅 登月亭 對 他有把它做出來 這當然是二十世紀 非常具代表性的事件 他都很細緻耶 對 非常的細 非常的細 然後他的工程車 然後新幹線當初通車 然後當初這個南極探勘船 去探勘南極等等 天啊 這好酷喔 所以這就像是一個小的 文明史的縮影 對啊 是想要頭扛起來嗎 樹白旗 總共的地方可以藏 先放下來 對啊 這些都超有價值 這一個老師 鐵人二十八號 鐵人二十八號 對的 現在的那個大型鐵金剛 之類的鼻祖 所以後代這一些都是 越演化 功能越強 但是回歸到早期的那一代 其實就是像鐵人二十八號這樣子 單純的就是正義對抗邪惡 然後邪惡必擺 像這一個的話就是大阪 顧力果 顧力果公司 它是日本做十丸很出名的一個公司 對 你看也是那個 對 像這個小小的摩托車 大家應該都很懷念 早期的摩托車是這一種 對 就前面還有個擋風班 還有油桶 吸塵器 腰偷藏起來 沒有地方可以床 好啦老師 這個啦 你連立體書都收 對 介紹一下 那其實立體書 這一套立體書就是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立體書 那那時候我是 因為我有很多套的愛麗絲 有七八套 那七八套愛麗絲 我會把它擺到這個場景裡面 有點像半家家酒這樣子在玩 老師其實有出一個書對不對 就是這一本食玩不思議 它本身是有介紹這些愛麗絲 等等的故事 像這一本二十世紀少年少女 它本身就是包含了二十世紀的日本的文明史 然後還有這些二十世紀相關的收藏 然後如果說對妖怪有興趣的人 這裡面也有一整本就是妖怪的故事 很酷耶 妖怪食玩還蠻不錯的 對 妖怪食玩有非常多 白鬼夜行啊 對 河童啊 老師這套我有 我現在翻這套我也有 怎麼辦啊 如果喜歡你這東西 你可以不要走嗎 你也是東西留下來 老師可以這樣講 你這些收藏佔你的收藏大概百分之多少 五十分之一吧 五十分之一好不好 百分之一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再去老師家看一下 好不好 所以老師你有沒有 比如說你現在還有特別想要收藏的 你一直收不到的 你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說不定有人會拿出來跟你交換 其實因為這邊大部分都是日本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其實希望台灣有一些公司 能夠做得也這麼精緻 然後把我們台灣自己的文明歷史啊 相關的有意思的東西都做出來 對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精神就把它做到很細緻 然後只要用做到底就對了 對 好不好 好 今天再次謝謝葉老師 帶來這麼精采的收藏給我們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那今天的電玩時光機呢 要介紹的就是PS2平台上的動作遊戲 是2005年發行的汪達與巨像 沒有錯 這個遊戲呢 其實非常非常經典 有人說啦 可以把列入PS2的十大經典遊戲之一 我覺得真的是有道理的喔 沒錯 而且它的經典程度呢 讓遊戲公司在PS3上又出了HD的高畫質版喔 可是難度還是一樣超難的 完全沒有降低 沒有錯 說到這難度 我相信大家應該對它也是印象深刻 因為當時呢 PS2版的時候 我碰到第一次來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決定放棄這個遊戲了 因為真的有點難 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今天找來這位玩家呢 除了跟我們回顧這個遊戲之外呢 要跟我們分享破關的技巧喔 好嗎 一起來歡迎這一位達人QK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QK QK掌 我們要玩什麼 我們現在要來玩王打與巨像 說真的你覺得王打與巨像 到底是不是一個難的遊戲 對我來講我覺得還... 驕傲 不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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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錯難 是有一些難度啦 但是其實你只要掌握一些技巧呢 我覺得是還滿OK的 像是你只要... 因為我... 如果說我自己玩的話 我會把它歸納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呢 你看到怪啊 你千萬不要很急的過去打他 觀察他 都要觀察他的弱點在哪邊 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呢 你要適度的會去調配你的體力 因為遊戲中呢 他是用體力去計算 說你要爬多少 你能爬多少 或者是攻擊這些 都是算你的體力的 所以你要量力而為 就是量力而為 那你要適度的說先找到說 哪裡可以休息 或者是哪裡要爬上去 然後最後一個呢 就是你要知道它的 致命的弱點在哪裡 致命的弱點在哪裡 對 致命的弱點在哪裡 它通常都是一個是封印 會有封印的那個 Mark在那邊 所以你就要把它找出來 那你這隻馬呢 就是它中心的愛馬 那以前的遊戲其實 都比較乾淨 普遍比較乾淨 所以如果說 我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啊 你可以按住圈 那它就會舉鍵 那舉鍵它其實它也沒有很直接啦 就是說你 它根本在哪裡啊 對 它沒有點哪裡 那我們可以慢慢移 你看 它會 它只要有陽光的地方 它有那個反光 那它你就要找出它聚光的地方 這樣你看 這邊就是聚光 那你只要到聚到那個點 是最正確的時候 它手把會震一下說 就是往這邊走 對 所以它不會很直接提醒你說 就是要往這邊走 這樣太… 太不浪漫了 對不對 它每一個場景呢 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前面會有點循序漸進 讓你覺得說 一開始好像很簡單 那你接下來它會地形的不同 然後會你要跑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像是這關啊 你就是要進來這個山洞裡面 那麻煩的地方是說 到了這邊你看 現在這邊沒有陽光了 那你舉鍵 它就不會有標示 這也沒用了 這就要靠緣分嗎 所以你就是要靠 你就是要盡可能的去在裡面找 或者是去找一些地方說 哪裡會有一些路 對 一些路 那我現在已經走到這邊了 動畫來了 對 到了 然後它這個 它現在這關 這一個是說 這個場景 每一個場景 都有一個很獨特的特色 尤其是像是它海邊的 或者是山林裡面的 當然它裡面十六個魔王 它的每個都非常非常地有特色 打法也非常地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個遊戲 其實經理還有一個是因為 對手這都太大隻 具象 對 所以你要試著去找到它的落點 爬上去 對 爬上去 所以大家都 如果說那時候 如果都沒有看攻略的話 其實你我打一隻 我相信會花上一兩個小時 是絕對沒有問題 他有光打 因為我真的沒有玩到後面 後面他有換武器嗎 換武器其實 他的設定難 就是難在說 他不像一般的英雄 他有很多什麼技能 他也不會成長 他只會成長他的耐力 他就是你現在看到畫面 右下角粉紅色那個圓圈圈 那個地方 就是他的耐力值 那你的耐力多與少 當然不是打怪來的 是你要去收集那個果實 吃了果實之後呢 他就會慢慢越來越大 那你就會越來越有體力 然後最後大到整個畫面 就被看了 不會這麼大 應該是不會啦 只是不會這樣子 對 他只會大到一個程度而已 你剛剛說這個 古木奇兵藥素 你跟大家講 你最近是不是也寫了 古木奇兵的攻略 對啊 我最近寫了 古木奇兵的攻略 就是全收集的藥素100% 然後我自己還做了地圖 我自己玩到94%而已 94 OK啦 94 OK 就算OK了啦 你知道 對啊 94 OK的 現在就像 你看 這樣有沒有感覺很像蘿拉 我們剛剛自助人機已經在拿東西 很假的 你們在背跳成功 你有沒有覺得像蘿拉一樣 像蘿拉或是說那個 而且說真的 我覺得這次的古木奇兵 玩起來感覺其實有點像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德瑞克那個叫什麼 德瑞克 秘境探險 對 是不是有點像 是有一點像 我當然有一些鏡頭都有點像 對啊 我們現在就是要上去 那上去 你看 沉睡的巨人來了 就在前面啦 就在這個 那一坨 那一坨 看起來不是什麼東西的 其實他等一下就起來了 非常的恐怖 好恐怖喔 這就是一坨 一坨 他就起來了 沉睡的巨人 你就來 他都會覺得 你怎麼來操心我 我們現在來了 也太大了吧 把你弄掉 這什麼 這個 很大啊 巨像啊 巨像 他不是大像的像 是神像的像 雕像的像 那他的右手有個大棒 因為你來操心他睡覺 他就一棒打死你 你看就這樣對抗 真的很High 對啊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騎士 這畫面看得多好啊 那他要抓他這個打你的時間 你要閃過去一下 對 就要知道他打哪邊 對 要閃一下 然後你要抓時間去爬上去 對 這就是難的地方 那有時候我會建議是說 你像打這隻啊 你就不要 盡量不要直接爬那個棒子 因為爬那個棒子啊 他會有時候會把你一直甩一下 因為沒有抓的地方 那你剛剛幹嘛爬棒子 因為我要去抓他的棒子邊緣 抓棒子邊緣是可以的 對 棒子邊緣 要撞棒子邊緣 因為這樣可以抓住 對 好恐怖耶 很酷吧 對啊 很刺激耶 兩旁去 好 上來 那有時候我會 對 因為他這邊啊 他上面那個環子是綁住的 他有一個盔甲 所以你要試著讓他 先破甲 對 破甲就是站在這邊 因為你看這邊有個是 這不是土地 要硬的 對 要硬的讓它打這邊 所以他那個甲就會破掉 你可以從他的手再慢慢爬上去 這個不知道 不是要慢慢試慢慢看 對啊 要慢慢試慢慢看 所以那當然你現在這個地方 你也能舉箭 你可以用十字箭來舉箭說 我現在他的弱點是在哪邊 他會稍微標示跟你講 你看 那他會說 現在這個部分就是他 他指的是 穿關節左右 對 他指的是說 他的封印 第一個是在頭上 第二個是在肚子上面 會提示就對了 對 這樣就破甲了 有點碎掉了 那要繼續引誘他 因為這個 這一個網 他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一些 那你盡量要 如果說最好最好的部分就是 先把他引開這個地方 這個圓圈圈的地方 然後讓他用棒子去打 他這樣就可以碎更多的時間 對 一次就可以碎到 他上面的盔甲 那你就更能輕鬆地爬上去 因為你現在其實你現在爬上去 好像也沒什麼意義的 因為他的盔甲 把你的那個 爬的路徑擋住了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破甲 先破甲 對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想要讓他更好爬 我覺得我會建議是說 你讓他的盔甲整個掉更多一點 那讓他怎麼打你 你就引誘他打你 射他 對對對 射他 棒子要打你的 那你就逃走了 好 打這邊 就這邊 有了 揍 有了 碎掉了 會有洞的話 碎掉了就是會更好爬上去 就很好爬 對 對 如果都不要跑他會不會才會打你 是要站一個距離 有了 有了 他棒子要來 一定要跑 你看遠 是一定要跑的 有少數 喔 不少你喔 交給你喔 漂亮 有了 用毛看不出來後面那個怎麼爬 從這邊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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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毛 然後開始往上爬 他抓住毛喔 對 毛可以往上爬 然後旁邊那邊可以休息一下 對 沒錯 這邊就可以稍微稍作休息一下 嗯 那 他會用警示音提示你 對 但是不要休息得太過分 因為他會 他會甩 喔 那你 這時候就是要靠你的反應了 嗯 那我覺得 這樣子我有 你現在覺得平量一下 你覺得這樣的體力 你爬得上去 那你就可以拼一下 嗯 對 哇塞 要考慮好多東西 你現在只能 對 上面這個還可以 差一點點 沒關係 我只要跳到上面就可以了 才休息了 我這樣我就可以站在他的上面 漂亮 你站上聚人的肩膀了 對啊 對 那你這時候你要考慮一下你的體力 因為你這時候一定要休息 因為他 你刺痛他的時候啊 他一定會甩 甩很大力 所以你這時候我會建議是說 你一定要把他的體力 能弄到多高就弄到多高 就是把他累積到多高 要休息夠 頭頂那封印已經到了 好 那我們來拼一下 這就是封印嗎 對 這就是封印 插下去 天啊 已經有點甩了 他就覺得頭上癢癢怪怪的囉 對 頭上有螞蟻的感覺 對 這樣就刺到比較痛的地方 他就會扣血比較多 但是你還是沒有刺到中間那邊 沒有 這樣就是有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只要寫過了差不多約三分之一的時候 就 他就會這個封印就會換邊 那這一支的封印是在他的肚子 燈頭 對 其實這畫面其實滿驚人的耶 對啊 以PS2的效能來講 其實這個是真的是很驚人 因為他在他2005年初嘛 他2006年就得了很多的大獎 這包括五個大獎 包括人物角色的設計 然後還有他的創意 還有他的一些美術風格 都有得獎 總共五個 就是隔年就得獎了 他是非常真的製成 你要花很多時間去站著上面 對 還有時間 這時間要夠多而且 好 封印要換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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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印換位置了 所以我現在要下去 要倒肚子嗎 要倒肚子 肚子呢我會覺得是從這邊來 這邊 好 把那背 放那背下去 所以這隻封印只有變兩個位置 對 兩個位置 但是你只要打完頭了之後呢 其實肚子那邊就很好打了 對 所以這個遊戲 因為你破過關 你覺得最後一隻王的那個難度怎麼樣 最後一隻王的難度 我覺得還OK 因為其實你重點是 你一定要練到你的那個耐力值滿 好 難了完了 現在是肚子就簡單很多了 對 對 這位置就比較好用 因為其實他的第一個挑戰 是在他的頭 因為他的頭會一直晃 對 那他會甩身體 所以他背上的那個能休息的點 其實真的不多 那你可以像我剛剛 找到能卡住他的那個點 對 卡住你的身體 然後你就像是有點支撐 休息 撐住 對 喔 差不多囉 這最後一隻 最後一刀 最後一刀 終於 好 他就死了 也感謝你 我不用再玩 第三隻就打死了 其實真的爬上去之後就OK了啦 對 其實就是剛剛那些三大技巧 第一個你要知道他的弱點 然後第二個你要知道怎麼爬 第三個你就是要研究出他的 對 要適度的休息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遊戲我覺得你看 說真的 你真的玩不下去當然是看功率 可是我覺得其實如果不玩功率 自己摸手其實很有趣 對 很有趣 但是其實你可以花上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會 真的會花很多時間 那這樣沒打一個王呢 他就會有一些那個 黑暗的物質會放在他身上 因為他為了要救公主 好感人好不好 對 這個遊戲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 反正它HD版的大家可以去買玩 對啊 好 今天說真的 非常謝謝QK 帶我們回顧一下這個 汪達也去像這麼經典的遊戲 好不好 謝謝你啦 那我們再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囉 歡迎回到電玩快答 本週主打先跟大家介紹的是 就是跨PN3還有PS Vita平台的動作遊戲 航海王 海賊無雙 確定那結合了原作 航海王熱血的劇情 然後還有無雙系列的 非常熱血的戰鬥呢 讓去年一代就已經大缺貨了 所以今年第二代就更受大家的期待了 當然其實說到這個去年的時候 我也算是一個受害者 因為呢 去年一出來我想說 該跑去地下街看一下 怎麼怎麼怎麼 這大缺貨 還好呢地下街裡面 我安查了一個暗裝叫小B 就是那個戴眼鏡的小Punch好不好 他呢有幫我留遊戲 但是呢 今年我也稍微再等待一下 因為中文版要出來啦 那中文版出來的話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大家 而且第二代不但有追加劇情 跟全新的模式 而且呢在戰鬥上也非常的爽快喔 當然這一次呢 在宣傳影片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製作團隊可以說是落狠話 居然說要以一敵十萬喔 聽清楚 沒有錯 小王 小陳 你有聽清楚嗎 不是一敵十喔 不是燕威一個打十個 是一敵十萬喔 所以這一次在這個無雙部分呢 我相信應該是有更多的加強啦 對地能夠做到這個部分 是因為他們曹茂一些一群人呢 都是經過兩年的修煉後回來的喔 所以每個人都是帶了新絕招回來 像是魯夫的霸切 就可以讓所有人都現場倒地了 當然啦 不過我想有玩過一代的玩家 也有反應說 怎麼可以用的角色怎麼那麼的少呢 就是一個而已 所以這一次的二代呢 就追加了很多的角色喔 包含像是我 小丑八旗也在裡面啦 是啊 八旗船長 那你可以在現場 是分四分無力大和平嗎 那有什麼問題 四分 你瘋了嗎 我怎麼分 我怎麼分 就是想看你分 我可以四分別招 看我的四分無力 是飛拳攻擊 算了算了 我不看了啦 好啦 聽說除了你 還有很多別的角色 當然啦 這一次像是包含空島片的 神艾涅兒 還有王下棄武海的大雄 還有恐怖的海軍上將們 總之 非常多的新角色啦 那究竟還有什麼內容呢 我們可以介紹就知道啦 好 第一 那趕快看今天的本週主打星 《航海王海賊無雙2》 《海賊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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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啊 都是其中最受歡迎的超級大作 因為遊戲太受歡迎了 咱們電玩快打 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專題報道 先讓大家的印象深刻是吧 時隔一年之後 《海賊無雙2》也正式推出啦 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都有順便買到呢 接下來的《海賊無雙2》 《海賊無雙2》 其實與乘坐差異性不大 同樣都是透過輕 重 每每每攻擊牛的組合 雖然是多樣化的招式 而且很特別的是 只要我們順利施展出不同的招式 招式名稱 還會直接射到冠名的主上角 就這樣子呢 就不會因為角色的招式太多 被搞得頭昏眼花啦 不過呢 也因為每一名角色 便施展出來的招式 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隨著角色的升級 還會輸出更多不同的招式 想要把這些招式的暗法 統統擠下來 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其實啊 好功夫不用多 兩三招就夠用啦 在《海賊無雙2》中 自然也不例外 只要能夠掌握幾個關鍵招式 面對如同潮水般的敵人 也只是小菜一碟啦 至於各類招式中 最會常用的 應該就是 能夠幫助我們 屠宿重圍的 敵禍技啦 簡單來說 就是可以幫我們 清理掉正面來襲敵人的招式 像魯夫的橡膠攻神砲 不只可以一邊打背敵人 再次還能往前衝刺 變換自己的位置 可以數是一一一一一一 也是的好招 除了獨播重圍 面對敵人的重重包圍 另一個相當重要的招式 就有所謂的 篡圍控制技啦 像是魯夫的橡膠連接錘矛 就可以讓周邊所有的敵人 都被繞成一個大圓在半空中 再一次打飛 慶祝敵人的效率 也算是很極棒的事 另外 像是海峽奇貝爾的 海人一本背部 也是能夠一口氣 打爆一陣團敵人的好用招式喔 另外 像是控制技 也是在遊戲中 非常重要的招式之一 通過抓摔敵人 卻可以拉開與敵人之間的距離之外 還能夠來個隔山打牛 徹底破壞掉敵人攻擊的陣勢喔 另一個無雙系列 也是最重要的招牌 當然就是 無雙技啦 至於無雙技 該怎麼放 應該就不需要鬧鬥 別說廢話了吧 特地是要在人間裡面給它放下去啦 通過右下角的KO 卻不斷飆升 神話感 雖然是無可言喻的喔 至於該如何讓無雙技 放得更有效率呢 這補二法門 就是前面先來的連續打擊 同時讓敵人聚集成一團之鬥 都有再用無雙技做個收尾 肯定能讓原本人版為壞的戰場 一瞬間輕疊流流喔 除了原本有的攻擊招式 在海峽一雙二中 另外還加入了全新的風格動作模式 透過風格機段短的消耗 我們可以啟動角色的風格動作模式 像是魯夫 就會在風格動作發動之下 爆發出霸氣 這時候角色的攻擊力就會瞬間大增 同時快遍的攻擊招式也會有所變化 像是原本的橡膠攻城砲 就會升級成橡膠戰攻城砲 因為攻擊時 也比較容易造成敵人的棄局狀態 剩下能夠攻擊時 讓更多敵人進入攻擊範圍 增加戰鬥時的效率 雖然上面介紹到的這幾個主要招式 都有相當不錯的攻擊效率 不過太賊注意的是 海賊無雙二 在關卡中的敵人數量 可是要比前一代多數不少 因此每一關打下來 隨隨便便各的KO破千 所以發起來非常的過癮 不過可要太賊注意比玩過頭了 小心手指打到抽筋喔 相較於一代的中英原作 海賊無雙二 在主要的Main Episode模式中 或採用的是與原作不太相同的 原創劇情設定 雖然遊戲中還是收入了一代中 缺陋了故事章節 像是空島 恐怖三尾帆船 等原作中的劇情 不過整個故事章節連貫下來 卻與原作完全不同 不過整體來說 遊戲中採用的是新世界之後的劇情設定 來敘述另一個全新的故事發展 甚至其中還有不少各方海賊大亂鬥的喬喬安排 劇情的精彩度其實並不輸得原作喔 在《海賊無雙二》中 最消耗玩家時間的應該就是各個角色的等級提升囉 透過遊戲中的實戰 可以讓角色透過紀念累積來提升等級 同時也能讓三種技能的能力、體力、攻擊力 與防禦力提升 還有機會學到新的戰鬥招式 甚至能讓無雙技氣量超增加 或是能讓同時裝備技能的數量提升 想要讓每一個角色都提升到高等級 還要花多少時間 不過一概不同的是 在《海賊無雙二》中 除了透過各個角色的《Another EPSO》 進行遊戲來變成空之外 在遊戲之外的《May EPSO》 也不是由於特定角色才能進行遊戲 只要角色入手 想要操控海軍大將 或是《王下七五海》來打公關 也不成問題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海賊無雙二》中 角色的升級 除了透過實戰有機紀念值 也有更為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錢來買 對於許多沒有時間練功 又是要把每一個角色的等級 練到高等的玩家來說 實在是一大圖鷹喔 不過啊 想要節省時間的代價 也是蠻高的 好在啊 只要是曾經玩過《海賊無雙一代》 不過其中沒有職務的玩家 透過紀錄的繼承 就能夠免費獲得50萬美女的獎勵 讓每個省加不少練功的時間 在闖關時 覺得有更多角色 可好運用一般喔 在《海賊無雙二》中 除了角色的選擇相當多元之外 我們在觀察開始之前 還能進一步指定搭配 不同的夥伴角色 當然 只有夥伴搭配 和觀察中原本就會出現的有軍NPC 不太一樣 我們所呼吸的夥伴 為了操控角色施展出風格動作時 依照打擊敵人做累積的量表 到達一定標準時 就能讓我們召喚出來 以角色替換的方式 在戰場上 對敵方進行強烈的打擊 雖然夥伴不是登場的時間 但都能幾秒 不過啊 這樣能夠善加任用 就令我發揮絕竟的攻擊效率喔 除此之外 這也隨著我們戰鬥的夥伴 嚴重的經驗累積 來提升夥伴技能 像是可以延長角色 被召喚出來的時間 或是強化夥伴的攻擊力等 而且每個夥伴 都需要花時間 透過實戰和強化等級喔 除了角色的經驗累積來提升能力 一代中補充好評的硬幣強化系統 在海激武裝2中 也同樣沒保留了下來 除了擁有的友情 仇敵或是愛用物之間的關係 都產生出額外的聯繫系統之外 在這一代中 還進一步追加了硬幣蒐集測的技能書系統 我們會透過同一個體系的 9枚系列硬幣的蒐集 來完成最多8條3枚硬幣的連線 讓我們取得更多額外的技能 這些技能大部分讓主角獲得額外的戰鬥能力 像是強化特定連續劑 或是針對跳出的敵人增加傷害力 或是增加補品的強化能力等 想要在戰鬥中取得更多優勢 除了隨時注意身邊的寶箱 來蒐集各種硬幣之外 每個關卡中的3枚關卡也成幣 可千萬不能錯過喔 只要在關卡中 拿著千人斬 武法NPC角色沒有敗走 不過整個評分到了S等級 就有機會出得額外的3枚硬幣囉 雖然啊 海肥無雙2 在遊戲方面表現 及遊戲機構玩法上 依然的差異性並不大 跟詳細曾經玩過前作的朋友 應該還是可以感受到遊戲不小的改變 除了遊戲系統的變革 以及完全原創的劇情模式 除了帶來新鮮感之外 一代中 和許多人拚平拉下遊戲時間的 Q停移系統 以及存在意義並不大的 關卡簡明要素 在海肥無雙2中 都被打到一看 所以徹底地消除掉了 除了幹之人士 無雙系列中 大家所熟悉的 巨點爭奪 特定NPC護送 以及BOSS決戰 這些最基本的遊戲玩法 雖然感覺上啊 少了一些創新 不過回歸無雙系列 最原始的殺敵樂趣 身體更是讓不少老玩家們 覺得有種安心感囉 無論如何 海賊無雙2 就會是一款值得入手 好好實際平衡的一款經典大作 尤其是眾多的海賊名們 光是創作由 韋田榮雯老師 親自兼修 讓大家能夠有海賊王世界觀 重新感受大海賊時代 波蘭壯闊這門的遊戲 就真正值得票價囉 裁底地 我考你喔 你知道身為一個玩家 要怎樣得到最棒的遊戲資訊嗎 應該是巴哈吧 對 巴哈 巴哈當然是一個非常棒的管道 但是我說的是更直接的方法 更直接 你是說 直接參加電玩展嗎 沒有 不對 你知道嗎 我考你好了 你知道除了這個東京電玩展 TGS 還有這個美國E3展之外 當然還有台北電玩展之外 你知道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展是什麼嗎 是什麼 關於一個電玩的展 關於一個電玩的展 我告訴你是什麼好了 PEX遊戲展你有沒有聽過 PEX 有稍微聽過啦 對 有聽從他跟E3一樣 是在美國舉辦的遊戲展 可是沒有E3規模這麼大 可是好像一半滿久的 是 今年其實已經是第十屆了 你知道嗎 那像他每年在不同地方辦 就有不同的一些名字 像之前在西雅圖辦的時候 叫做PEX Prime 美國東部像波士頓辦的話 叫PEX East OK 知道了嗎 原來是這樣 那今天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遊戲展 因為我們釣營快檔的特辦員 這一次也有去參加這個展覽 帶我很多新的消息給大家 另外更特別的是 我們本節目 本節目 釣營快檔好OK 我們受邀去這個Balisa的最新遊戲發表會 是唯一的台灣電視台喔 嗨 班賽 是唯一 耶 很棒好不好 是唯一喔 那就是獨家喔 沒有錯好不好 所以這個等一下內容大家自己看一下 另外呢 像是這一次這個 案外破壞神的3的家用主機版 我們的特辦員也有玩到喔 所以有很多新的資訊 等一下都要告訴大家囉 好啊 那現在就來看2013 PASS East特別企劃 2013 PASS East遊戲展 3月底在美國布置的熱道展開 3天的展期內 電玩界頂級的軟體與硬體廠商齊聚一堂 展出最新的遊戲資訊 也吸引了大批玩家 和現場擠得水泄不同 今年最大的話題 莫過於遊戲公司Blizzard 公開了以魔獸爭霸為背景 全新打造的卡牌遊戲 《炉石戰技 魔獸英雄傳》 玩家能夠以魔獸中 九大職業的經典人物為中心 打造牌組進行充滿趣味的對戰 在《炉石戰技》的對戰中 有數百張的卡片可供選擇 玩家們可以接觸到熟悉的 魔獸爭霸法術 武器及角色 在對戰模式中 目前所知有兩種 開戰模式是傳統的一對一戰鬥 玩家在過程中 有機會提高自己的獎章排名 甚至贏得卡牌包 而另外一種鑄造場模式 每場戰鬥都必須從新的卡片中 搭取牌組 和其他的參賽者一較高下 雖然這次發表的新作 跟Blizzard以往的作品比起來 屬於小品遊戲 但細緻的內容 依然獲得現場 視網媒體的高度評價喔 另外遊戲公司旗下的賣座電腦遊戲 暗黑破壞神3 也在Pax East展上 宣布登陸PS3平台 以及次世代主機PS4 遊戲應應家用主機 也修正了全新的使用者介面 還有直覺化的控制操作 以及全新的動態視角等等 期望讓玩家在PS平台上 也能暢快享受 聖修雅瑞的任務獻與打鬥喔 去年以刺客教條系列 在遊戲界引領風騷的Ubisoft 也趁著本次的展出期間 宣布了第四代續作 《刺客教條4》黑棋的首部實機預告片 在遊戲中 玩家將化身海盜 駕駛名為韓鴨號的船艦 藉由四處掠奪財物 可以升級炮火及裝備 進一步對抗敵人的戰船 而這趟旅程也讓玩家有機會 一揮海盜黃金時代的秘星 體驗海盜傳奇背後的真相 在展場中 我們可以看到玩家們盡情的cosplay 他們喜歡的角色 而電玩快打特派員也發現 《邊緣境第二》的主角們 似乎也相當受到歡迎呢 遊戲推出了半年 不但熱度未減 遊戲公司還在這次的展出中 公開了第六位的可操控角色 Krig Krig是一個從潘朵拉星球 地下研究室逃脫的實驗品 手拿巨幅的它 是個精神分裂的危險人物 而最新的下載內容 將在五月份開放下載哦 卡普空旗下的最新遊戲 Remember Me 雖然之前釋出的資訊不多 卻被我們發現 在現場低調地提供了試玩夜 這款第三人稱科幻動作遊戲 故事背景建立在近未來的巴黎 女主角迪琳是因為記憶獵人 能夠夺取或篡感他人的記憶 而就在迪琳的記憶被當權者強制消除後 玩家必須幫他找回自己的過去與身份 遊戲預計在六月七日推出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哦 看到這一位美女羅拉 大家都知道來到了 史克威爾愛妮克斯的攤委咯 剛剛上市的古木奇兵 果然吸引眾多玩家上門體驗 而之前在台北電玩展上 僅限媒體試玩的最後生還者 這一次竟然也開放給觀眾現場試玩夜 北美玩家們還真是幸福啊 看了這麼多PS3與360平台的遊戲 當然也不能忘記WiiU啦 除了提供未上市遊戲的視網外 WiiU上的應用軟體也相當吸睛 像是與Google合作的Wii Street U街道服務 不但可以查詢地圖 自由放大 還有模擬3D的實景可以看 真是有夠方便呢 而就在熱鬧滾滾眾多的攤位之中 電王快打特派員 竟然發現了一個全新的遊戲主機耶 看看他的樣子 大家是不是還記憶遊戲呢 沒錯 它就是電腦繪圖處理器大廠 NVIDIA剛剛在1月發表的開放遊戲平台 Project Shield 搭載最新行動處理器 TakeWall 4 加上Wi-Fi技術 HD觸控螢幕 不管是下載Android遊戲來玩 或是當成PC無線遊戲接收器都行 而最大的優點就是 讓玩家隨時隨地都能享受打電動的樂趣 就在Sony發表了PS4周邊之後 眾人的焦點都轉移到了次世代主機上 在PASC East展上也可以感受到 廠商對新作的發表相當保留 只能期待接下來的E3展 會有振奮人心的新主機消息 再度炒熱遊戲市場囉 電王快打開派員 在美國波士頓的採訪報導 戰爭機器審判 廣告回來 全新生存戰 保證緊張又刺激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本週主打新Part 2又是一個強座 是我們360獨佔的戰爭機器審判 是的 這個FPS大座 而且他是評價非常的高 而且在美國的IG 遊戲網站 拿到九點二的高分喲 沒有錯 其實大家就想說奇怪 這次遊戲為什麼不叫戰爭機器四 對不對 那其實主要是因為這次故事 是發生在一代的十四年前 當時巴德歲裡的K小隊因為抗命 所以被黑甲部隊抓回去 進行一連串的審判 那在這個審判庭上面 每個隊員的證詞 就是每個關的關卡囉 而且他改變了 就是武器攜帶的數量 現在只要一個主武器搭配一個副武器 然後就可以輕鬆的闖關 就不用再怕拿錯武器 當然這次要有新增這個解密任務 就是你只要看到紅色骷髏頭 就可以直接接這個任務 同時你只要完成之後 會有額外的獎勵 也可以接手更多的關卡 而且這一次還有個智慧重生系統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居然下次 在同一個地圖重玩的時候 怪獸也會出現在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比較有趣吧 市敵市敵 譬如說我是怪獸 我在這兒 我又是另外一隻怪獸 打我白癡 你比較正經一點 總之這次另外這個生存戰的部分 這次增加了這個四種的兵種 所以玩起來可以說是更加需要一些默契 就像是工程師就要劍補為強 然後突擊兵就負責攻擊 然後平常一個人在衝鋒陷陣的時候 難免就會受傷 就需要醫護兵來醫治你一下喔 當然啦 那我們這次既然是在玩這個整個遊戲 有人說膀胱者輕 膀胱者輕 對 當局者迷 膀胱 膀胱者輕 好煩喔 總之這次呢 意思就是說其實呢 我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常常需要一個叫偵察兵的位置 你可以看整個這個敵人從哪邊出來 對不對 同時可以擔任狙擊手 所以說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喔 然後呢 在這個遊戲上市的時候呢 玩家們就比較失望的就是因為 拿掉大家還蠻期望的那個處決模式 不過大家聽好囉 因為前幾天上市的DLC 就可以讓大家免費的下載處決模式 當然這次同時新增了一個地圖 叫做天堂啊 雖然叫天堂 其實是個地獄 因為呢這個地圖是一個不對稱的地圖喔 也就是說很多的通道點呢 最後呢 都會回歸到我們地圖的中心 是一個非常難守的一張地圖啦 好嗎 那更多內容呢 就仔細看本週主導新part 2 是的 馬上看一下本週主導新part 2 戰爭機器審判 就是以前傳的形式 帶大家回到三部曲發生的14年前 看來巴德所率領的K小隊 在受毒入侵的誓言日之後 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成人士的標題上來看 本座首次出現了 可是有數字來明明的方式 而改為由副標題 審判這兩個字來代表 當然啦 名字會這樣取 是有它的道理在 因為整個故事內容 就是由審判這兩個字 所貫穿的囉 作為本座主人公的巴德 因為反而上級的軍令 而背負接受軍法的審判 在整個遊戲當中 我們就要透過K小隊 每個隊員口中的證詞 從各自的試點 來還原整個故事的真相 也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將會依照劇情的需要 而在不同的章節中 操作不同的角色 故事的時間點 遠在三部曲之前 在巴德與馬克士等人 都還沒有破滅的狀況之下 KILLO小隊中 出現一些新面孔 也是很正常的啊 不過講是這樣講啦 其實還是有一個熟面孔喔 就是聯繫熊的大明星 火車頭科爾拉 這個風趣的大塊頭 可是又是巴德兄的 死葬間換點 那可能隨隨便便 就缺席呢 當然 雖然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比起本片中的科爾來說 這次的他 可是年輕人許多 希望技巧 可別因為這樣就生疏囉 除了他所熟悉的科爾之外 另外兩位就是全新的角色囉 首先是女星的隊員 蘇菲亞 過去曾經是戰地技巧的蘇菲亞 後來卻接受了軍事學校的訓練 而成了一名戰士 在本作中 是以黑甲軍校生的身份登場 簡單來說 就是還沒有出事的意思喔 不過反正操控的人是咱們 所以完全沒還樂啦 另外一位 則是原獨立共和國聯盟的 派德克少校 這位派德克先生 外表可是相當的有特色 臉上點了一大塊傷疤 一看就知道是九金戰爭的老兵 相當可靠的感覺 不過因為獨立的共和國聯盟 在過去是維安政府的敵人 即使現在派德克加入維安政府 說不定啊 還是會遭到某些人的提示也不一定 這部分讓大家自己確認囉 除了K小隊的成員 另外一個細分也很重的 就負責審判的盧米斯上校喔 雖然我們對他了解並不多 不過以到過去的慣例 每個初次登場的高階軍官 幾乎都能主角小隊犯衝 這是大概也不例外吧 本作故事發生的舞台 是在一個叫做海浦灣的城市 雖然那個故事中 已經完全溶到在戰爭的陰影之下了 不過比以前一家那種 被戰爭常年摧殘的神社風貌 海浦灣市可以說是好了很多 這次的遊戲 算是繼承控制三部曲的內容 不過這次的製作本隊 卻有必要突破過去的框架 創造成一個全新的局面 所以啊 在許多方面都做出了新的嘗試 接下來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哪些的不同吧 首先 從關卡的設計上來看 本作 在每個舞台都切割了許多的小章節 每個章節 都各自包含了不同的特殊任務 我們稱它做解密任務 所謂的解密任務呢 是在每個小節的開頭區域 我們都可以看到 牆上找到這種紅色的骷髏頭標誌 墊下去一看 就會出現一些特殊的挑戰內容 挑戰的形式有很多種 舉例來說 有改變敵人配置的形式 比方說 原來出現的苦翼獸 改成會爆炸的迎風苦翼獸 會出現一些漂浮鬼雷來搗蛋 這可能算好的喔 最糟糕的一種 就是把一堆的強力怪物 一起從上門 讓你忙個翻天覆旅 這樣的玩法 在瘋狂模式 不說讓人家失不消啦 再來一種 這是以環境因素 來增加挑戰性 比方說 敵方使用煙霧彈 讓整個畫面白白的一片 或者乾脆讓我們整個畫面 漂浮不定 不明不暗的 再不然呢 就來個強風罩頂 人走路都有困難 總之可以說是 什麼畫樣都有喔 除此之外 限制使用武器的任務 其實也不少見 如果給的是像 散彈槍之類的武器 那打還過了去 就怕是啊 要求只能用小槍什麼的 那就真的是自虐囉 還有一種 也是難度頗高的玩法 就是限制時間的類型 比方說 什麼幾分鐘之後 就要釋放毒氣啦 幾分鐘之後 整個區域 就要被轟炸之類的 如果剛好遇到怪物的區域 那就不是開玩笑的 當然啦 這些特殊的解密任務 都屬於選擇性的任務 假如覺得太難的話 也可以不要開啟 頂多是沒有獎勵而已 不過反過來說 若順利挑戰成功的話 就可以取得 比較高的評價 這部分呢 是以猩猩的數量來顯示 最高評價是三顆星 這些評價 除了深結依據之外 還能夠讓我們解鎖一些 特殊的項目 像是新的武器塗裝 新的裝甲塗裝 甚至啊 是作為在於劇情延續的 解後餘生模式 就是要達到40顆星星 才能解鎖的喔 除了星星之外 隨著遊戲的過程 我們也會偶然解開 某些特殊條件 當完成這些條件之後 我們就得到一個獎勵箱 這些箱子呢 有點產生抽獎的感覺 運氣好的話 也可以得到一些 不錯的武器 或裝甲的塗裝喔 另外呢 這次遊戲中還多了一個叫做 智慧重生系統的東西 簡單來說 就是每次我們進入關卡的時候 別人的配置 都會出現不同的狀況 所以如果想靠多十幾次 來熟悉環境 這次可就有點困難囉 不過啊 這裡面有一些例外啦 就是透過解密任務 所增加的體驗配置 則是不會因為重來 而有所不同 這份算是 自動團隊的佛心來的囉 除了任務的改變之外 這次在武器系統方面 也有很大的不同 還接著過去 我們手頭上 能擁有的武器 在同一個時間內 就只有三把 一把小手槍 或者叫兩把大槍 還有就是各種的手榴彈 而這次跟過去 比起來更少了 同一個時間 只能擁有兩把槍枝 除此之外 這次的手榴彈 也給你有點小氣啦 能力的時間 就只能擁有 一種手榴彈而已 如果想要換其他的種類 就得把手頭上的這個換掉 相應之下 取射就變得更重要了 雖然武器系統 有不少的變動 仔細一瞧 還是有不錯的地方啦 那就是當我們 拿盾牌的時候 過去 只能強制換個小手槍 這是因為小手槍 已經不再是標準配備 所以連帶的 當我們主盾牌的時候 也不再限制 只能用小手槍了 而是什麼槍都能用 當然啦 前提啊 是必須單手取得起來才算喔 除了系統之外 新武器的參戰 當然是不可缺少的 這次因為隊伍中 有一位獨立共和國聯盟的隊友 所以內局不必輕的 也引進了一些獨立共和國聯盟的武器 比方說 布什卡火炮 只是臉上呢 是獨立炮的一種 不過一般獨立炮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種子彈呢 是會彈力 或是一接觸就直接爆炸 而是彈了幾下才爆炸 所以呢 要來對付轉角後面的敵人 可以說相當的好用 出轉角度之後 就給他一陣猛射 嘿 敵人肯定跳不到 子彈竟然還會轉彎喔 比起戰役模式的改變 多人模式可說是不遑多讓喔 一樣是改得相當的徹底 比方說 捨棄過去的50波持久戰 而改成只要成功守住10波 就獲勝了生存戰 不過這個10波是有條件力 簡單來說 我們是以守聚點的方式 來抵擋攻擊 假如不幸 沒有撐過10波聚點就被攻陷 那也不算是完全失敗 因為總共有3個聚點 換句話說 就是有3次機會啦 隨便3個聚點都被攻破 那真的就沒辦法囉 不過反過來看 只要在任何一個聚點 成功鎖住10波攻勢 就算是過關了 所以整體來說 難度是簡單的不少 另外 為了保護新手的玩家 就是乾脆 把完美天單的攻擊取消了 過去我們知道 能夠完美天單的動作 就能夠大幅提高 攻擊威力跟卷確度 比較厲害的玩家 可以利用這一點 讓自己的武器威力 摧尸保持在最高點 不過啊 在這被取消了以後 這個差距可就沒那麼容易拉開囉 這次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 各自為政 人人皆可當藍波了 因為兵種的關係 分工合作 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而兵種 總共分成了4種 包括了衣物兵 士兵 偵察兵 以及工程師 各有各的專長 以及特殊能力 比方說 衣物兵在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丟出衣料手榴彈 這種武器呢 也是本作中第一次登場的新武器 一丟出去 只要是在它範圍內的隊員 都可以得到不屑 而士兵的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丟出彈藥箱 而且一開始 都配有強力的布施卡火炮 又是專門在前線作戰的兵種喔 再來 偵察兵 在遠距離攻擊為主 所以初始配備 就一把狙擊槍 除此之外 偵察兵還能爬到一般人 去不了的高處 還取得最佳制高點 而且另外配備了 觀測手榴彈 可以把躲在暗處的敵人 給揪出來 只要在它的作用範圍內 所有敵人都會現行 真不愧是偵察的專家喔 所有工程師 也具備了相當強烈的技巧 除了自備可以修復防禦的工具之外 還能用隨地架設自動工程 而且身上還配備有大型簡單槍 可說是一個相當強烈的角色 如果不知道該選哪個職業的話 大哥 我建議你 不妨先試試看工程師喔 節目真是好看 又有好康可以拿喔 沒有 不對 今天你要送大家什麼好康呢 聽清楚囉 就送大家戰爭機器審判的 中文化遊戲片 還有精美筆記本 以及T恤 一共有五組喔 是的 那我就在這邊考個題目給大家囉 就是前幾天DLC釋出的新增內容 新增的地圖叫做什麼名字呢 兩個字好不好 對 好OK 只要答案的人來到我們電話快打 官方臉書粉絲團答題專頁 把答案寫下來 就有機會得到我們的贈品囉 OK 今天呢再一次 謝謝我們采緹來這邊代班 對 我的代班就告一個段落囉 下一個禮拜還是要準時收看節目喔 是的 這些采緹來代班 那也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電話快打下週見囉 拜拜 拜拜